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灯光效果 灯光随着打鼓的节奏而闪烁 但它的节奏超快 灯光有办法跟得上老师的速度吗 所以我们开始找了几种感应器试看看 首先 这个是麦克风Sensor 它可以侦测音量大小的输出信号 背面看起来有放大电路 还有一颗微型可编电阻 应该是可以调整灵敏度的用途的 然后输出有三条线 正极 负极 还有输出 所以这个是透过音量大小来感应的Sensor 接下来 这个是振动开关 这个电路架构看起来更简单了 感应器里面看起来有一条像弹簧的东西 这个就是侦测振动的装置 只要敲击它 里面的接点就会导通 我们拿出一样原理的振动开关出来 振动开关有很多种 像这种是圆柱形的 里面也是会有一条长长的像弹簧的东西 输出的部分会有两条线 透过振动这两条线就会短路 然后这个就是把振动开关拆下来的样子 仔细看一下 弹簧的中心还有一根柱子 这根柱子跟弹簧 各别引出两条线出来 那中心的柱子跟弹簧呢 只要遇到振动的时候 弹簧就会碰触到中心的柱子 使得两个电极就会碰在一起 造成导通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 它的灵敏度取决于弹簧的长度跟硬度 一旦选择一种型号之后 它的灵敏度就不能调整 也就没有微调的空间了 第三种是压电片感应器 右边这个黑色圆形的就是压电片 左边是它的处理电路板 在这个黑色的壳子里面有一片压电片 这个是侦测振动的核心地方 拆下来之后 里面有一片薄薄的金属通片 这片金属很神奇哦 只要在金属上面施加压力 它就会产生电压 透过产生的电压再传送到电路板上面 电路板上面有一颗IC 可以处理压电片传送过来的讯号 这里也有一颗可变电阻 调整感应的灵敏度 然后输出的节点有正极、负极、类比输出、数位输出 我们试着把压电片从电路板上拆下来 我们拿出试播器出来 来量看看压电片产生的电压讯号 是什么样子的 先把试播器的摊棒接上 再夹上压电片的两条线 然后试着敲击它 可以看到试播器捕捉到瞬间的一个波形 在敲击压电片的瞬间 电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以显示出来的这个讯号来看 它的电压封到封值有7.2V 这样的震动变化 我们就可以侦测震动了 我们试试看连续敲击的电压变化 每敲一次电压就会出现波动 这就是压电片侦测震动的原理 好啦,这三种震动元件都介绍完了 我们先拿出麦克风感应器来实际试看看 因为要连接电路 所以我们拿出恒温烙铁 温度设定在300度 当然我们也要准备焊锡丝 这里用的是有签焊锡 焊接上会比较容易哦 先把电路板上面的三个接角加上焊锡 然后我们拿出一颗LED灯 LED灯怎么分别正负极呢? 它有两只脚 比较长的那只脚是正极 短的那只脚就是负极 你也可以从LED的发光点来看 在LED的封装里面有一颗晶片 晶片是承载在这个金属支架的杯子里面 通常这个金属支架的杯子都是负极 因为我们要焊接一颗线流电阻 所以把LED的正极先剪短 然后焊上一颗1kΩ的电阻 这颗1kΩ的电阻 就是可以限制电流 当你输入比较高的电压的时候 LED也不会烧坏 把LED焊在电路板上的负极跟输出的正极 然后拿一条线接VCC的正极 以及一条黑线接电路板的负极 这样就焊接好啦 接下来我们拿出可调电源供应器 可调电源供应器的优点就是 它可以控制我的输出电压跟电流 我们把它设定5伏特1A的输出 这样就设定好啦 再把香蕉端子的输出线接上 然后开启输出电源 然后再接上刚刚焊接好的麦克风感应器 诶,没有声音它就亮了耶 我发现敲击它,它会更亮 我们试着用螺丝起子来调整它的灵敏度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看起来感觉一样耶 那这就不太适合用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了 而且麦克风有个缺点 周边有其他的鼓声或是音乐声 它也会受到相同的干扰 有可能不需要闪的时候它也闪了 我们接上试播器看看它的输出信号是怎么样的 诶,看起来它是一个类比讯号 它会随着音量大小和输出产生不同的电压 但是我只需要LED闪烁而已啊 这样的电压变化不是我们所想要的 那我们再试试第二种吧 第二种是振动感应器 我们拿跟它相同原理的振动感应器来试 先把感应器上面的接角粘上席 再把电源的正极焊上去 另一端焊上LED的复极 哦不是,是正极哦 记得极星要接对 LED的复极再接上电源的复极 这样就完成了 震动感应器的架构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了 我们把它接到电源供应器供电 电源开启 可以看得到震动它的时候 LED会跟着闪烁 看起来是我们要的 效果还不错诶 电路又简单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你轻轻敲击它的话 它就感应不到了 而且明明度不能调整 再来试试第三种吧 压电片感应器 我们会焊接到的有负极、正极 还有数位输出的电极 先把三只脚都加上焊息 再把LED的负极接到电路板的负极 LED的正极接到数位输出的那一只脚 然后再接上负极的电源线 以及正极的电源线 这样就好啦 接上电源试看看吧 我们敲击压电片 效果感觉不错诶 发现LED闪烁的非常灵敏 而且快速的敲击它 都可以准确的快速输出 而且这块电路板的好处是 它有可变电阻可以调整灵敏度 我们只需要拿出螺丝旗子来做调整 这样装上鼓之后 它的调试就非常方便了 我们就决定用它啦 接下来我们踩一段跟谷面圆周长度是一样的LED灯条 这里我们选择的LED灯条是5伏特的电压输入 先把电源供应器输出为5伏特5A LED灯板上面也有正负极 要记得确认一下哦 然后接上LED灯条 点亮试看看 点亮的效果还蛮漂亮的 从电源供应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电流大概有1.7A 但是我的感应器输出没有办法那么大的电流怎么办呢 我们拿出一颗MOS电竞体 IRF540N 利用这一颗来放大电流 最左边第一只脚是讯号输入 中间是负极输出 最右边那只脚是负极输入 我们先把LED的1kΩ电阻解焊下来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MOS电竞体的中间那一只脚 也就是第二只脚 是负极电压输出 因为等一下焊接的关系 我想确认一下第二只脚跟电竞体的背面的 这个大的金属板是否是同一个极性 结果是0Ω 是短路的 就代表这两个地方是相通的 所以我就可以把第二只脚弯折下来啦 弯折的目的是等一下会比较好焊接 大概折成这个角度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讯号输入的第一只脚剪短 再焊上刚刚拆下来的1kΩ电阻 然后把电竞体反过来 电竞体的第三只脚接电路板的复极 电竞体的第一只脚接电路板的数位信号输出 然后接上正极的电源 以及负极的电源线 我们把LED灯条也接上电线 记得正负极要接对哦 再把LED的正极接到电路板的正极 然后LED的负极 接在电竞体上面的第二只脚 这样就完成啦 我们赶快送电试看看 敲起压电片的时候LED就亮起来了 效果还不错耶 而且感应很灵敏 压电片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旁边音响很大声 还是有很嘈杂的声音的时候 它都不会受干扰 相对来讲稳定多了 我们装上鼓让老师实测看看吧 你看LED跟得上鼓棒敲起的频率耶 太好了成功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在台中想学打鼓的朋友 也可以来找专业的许晨阳老师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